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和你分享一个可以医治鼻敏感 以及医治鼻炎 亦是可以去头痛的一个秘方 第一个材料就是黄旗 黄旗又叫做笔旗 黄旗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补气药 除了可以补气之外 它也可以声揚 而且它也是顾表止汗 可以增强人体的抵抗力 以及阻碍病源入侵 黄旗又有利尿的作用 它也可以去水肿 不过如果是感冒期间或是旌旗期间 就不适宜饮用这个汤水 因为这个汤水也是偏热的 第二个材料就是白子 平时我们村公白子用来炖鱼头的白子 有疏散风寒作用 又是可以解表止痛的 它对于治疗外感风寒 所引致的感冒头痛 鼻塞 都有非常好的舒缓作用 另外它又可以去风止痛 所以对于一些前颜头痛 又或者是骨痛、牙痛 白子还有消肿排龙的作用 所以对于很多龙瘡 它都可以有治疗的作用 而且白子又可以有 醋、濕、子带的功效 所以对于一些苦科 因为寒濕而引致的白带过多 都有疗效的 那我们首先清洗一下药材 这里我们用了两前的黄旗 就是一前半的白子 我们清洗一下它之后 就可以将黄旗剪短一点 虽然黄旗有很好的功效 不过也不是全部人都适宜食用黄旗 例如本身脾气大、火气大 而身体比较干瘦结实的人 就不适宜用黄旗 反而黄旗是可以健脾胃的 它对于一些唏嘘、皮湿的人 就很适合 那些人通常会有虚拌 而且肌肉会比较松软 第三个材料就是黑棗 这是一人份量 所以我就用三粒黑棗 黑棗可以有补血 亦可以治疗失眠的作用 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 亦有多种维生素 它的维生素C和钙质比较高 所以它对于贫血、血小板减少 肝炎、无力、失眠 都有相当的疗效 黑棗我们就剪开它 让它容易出味 那些材料预备好了之后 我们就预备水 水大概预四碗水 但之前我在影片中 就和人说四碗水 反而你们会问我 究竟你的碗是多大 因为可能我自己心目中 就预算一个碗 大概是200-250毫升水 那次我就用我的碗量量一量 大概四碗水就是1000毫升 那今次就会用四碗水 你可以因你自己想水的份量 那么我这里就下了四碗水 大概是800-1000毫升 那都可以的了 那我倒下去的时候 因为又倒不完 1000毫升 那我倒了900毫升 那其实呢 水份都差不多了 因为你800-1000毫升 你煮完 都是一碗至两碗水 那都已经OK的了 那现在呢 就可以将材料放进去 那你预计800毫升水 那接着呢 就加了刚才 笔旗 白纸 和黑棗 加上去之后 就可以开火 和盖上盖子 另外呢 还有第四种材料 但是第四种材料 就不用那么早下的 因为呢 它是平时就算用来烤水都可以的 所以呢 我们是在最后的时候下的 那这种呢 就是新仪花了 新仪花呢 它本身的性质都是偏温的 而且呢 它主要的功效呢 是对于很多鼻炎啊 鼻敏感啊 都是有相当的疗效的 新仪花呢 除了对鼻炎有好处之外呢 它还可以治疗疯寒感冒 亦可以治疗鼻塞 和痕痒 就是皮肤痕痒那些呢 新仪花都有功效的 还有呢 对于牙痛 都有止痛的作用 还有呢 它又可以促进那个子宫收缩 还有也是可以提高那个气息的 面色的 还有呢 它的味呢 是有一些薄荷味的 可以通鼻的 所以呢 对于鼻塞的人呢 你待会喝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先闻一下 那个汤水呢 是有一阵薄荷味的 那样的 那这个新仪花呢 我们用之前呢 要把它把它碎 它 因为它好像一粒粒的 那样的 那你就用刀 把扁它 它里面呢 会有一些好像壳那样的 那你先刮碎它 那接着呢 我们就 备用 放在一旁 那现在这里呢 就水滚了 那水滚呢 你就可以把它转小火了 那就煮它 45分钟 那45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上那个新仪花下去了 那这里呢 就煮剩两碗水左右 那就可以了 那这个茶水呢 其实都非常简单的 那这个是一人份量来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煮剩两碗水的 那你可以是分开两次 就是早晚喝 那如果你煮剩一碗水的 那你就一次过喝光了 那就是视乎你们的那个炉火 那我这里呢 应该就是两碗水 那我就会是分早晚喝 那这个茶水呢 其实都带薄寒味的 那还有少少甜甜的 那它又可以帮助 你们舒缓的鼻敏感 头痛 鼻炎 那这个汤水呢 就是适合一些寒底的人士的 那如果你本身是热底的人呢 就可以看回我另外一条片 又是教治疗鼻敏感的 那那条片呢 用的材料呢 就会比较适合一些是热底的人 那但是我今次这条片呢 就是适合一些寒底的人了 那希望呢 都可以帮到你们 舒缓鼻敏感啊 或者鼻炎啊 那这样 就算头痛都有用的 那好吧 今次这条片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channel 那还有我很欢迎你们 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